白宮聲明說 將2021財年的難民人數從1萬5千增加到6萬2千5百 因為2020年10月27日簽署總統決定以來 全球各國出現了不可預見的緊急難民情況 白宮備忘錄還列舉了難民配額 其中 非洲難民2.2萬 東亞難民6千 歐洲和中亞4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5千 近東和南亞1.3萬 儲備名額1.25萬 拜登在備忘錄中說 美國仍然是世界上一些最脆弱人群的安全港 新的接收難民目標 對美國政府積極合作夥伴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挑戰 新唐電視綜合報導